当你被冤枉时,不要放弃 努力也许可以改变结局 真相也可以浮出水面 欢迎收看安小言说电影 本期解说《亡命天涯》 故事发生在芝加哥 一天夜里,金波医生和妻子海伦 去参加一个宴会 在回家途中,金波接到了医院的求救电话 出于职业精神,他决定赶回医院 妻子海伦独自回到家中等待加班的金波 在金波抢救完病人回到家中后 发现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了自己的家中 并残忍地杀害了妻子海伦 金波与陌生人扭打在一起 但陌生人还是逃脱了 陌生人逃脱后,楼下响起了警笛声 原来海伦在被杀害的过程中 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带走了金波 在警局金波告知警察 闯住家中的陌生人又被为假之 自己与他进行了搏斗 并让警察赶紧去抓凶手 但现场的勘察结果对金波很不利 门锁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得知妻子买了保险并且受益人是金波后 警察怀疑金波是为了骗取巨额保单 从而故意杀害妻子海伦 警察的怀疑让金波情绪非常激动 法庭上律师依据现场输入的证据 控告金波蓄意谋杀妻子 再加上妻子纳通打给警察的求救电话 里面提到了金波的名字 种种证据表明 金波就是杀害妻子海伦的凶手 法官宣判金波注射死刑 择日实刑 在押送金波等人去往监狱的途中 打发车里的犯人制造混乱 企图逃跑 和负责开手的警察打了起来 警察却失手打死了开车司机 导致大巴车翻滚下公路 停在铁轨上 车内胖警察让金波救助受伤的警察时 金波向胖警察要来了手铐钥匙 并扔给了另一名囚犯 正要准备失救 后方传来了火车的鸣笛声 这日吓得胖警察和另一名囚犯魂不附体 扔下金波和受伤的警察就跑了 金波把受伤的警察扔出去后 自己却因为脚上的镣铐 险些被火车撞上 相撞后火车驼轨撞向金波 他跳下桥才保住一命 逃出去的另一名囚犯救下了金波 并打开了他脚上的镣铐 金波这才发现腹部受了伤 在如此的经历下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二人相互告别后 金波选了个方向逃走了 检察赶到现场后 发现金波逃走 于是下达了通缉令 受伤的金波逃到城镇里 围装自己进入医院 找到需要的药品为自己疗伤 随后刮去脸上浓民的胡须 换上病人的衣服后 警察眼皮底下溜走了 但在医院门口帮着护士抬病人时 好巧不巧的 这个病人就是自己搭救的警察 警察认出了他 刚要说话 就被金波带上氧气面罩阻止了 随后开着救护车逃之夭夭 此时负责金波一案的警官山姆 为找到金波搅尽找支 助手带来了好消息 发现了金波的位置 他们赶紧动身前去抓捕金波 而此时的金波正被警察包围在隧道内 慌不择路的他选择跳进了下水管道 山姆也钻进管道 穷追不舍 二人一番追逐后 跑到出口 金波望着身后落差巨大的悬崖 又转过头 看到了抓捕自己的山姆 一番权衡 选择跳了下去 几次三番的抓捕失败 让山姆决心要抓住他 下达命令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命大的金波在水流的缓冲下活了下来 一番追逐 他太过疲惫 上岸后 把自己埋在树叶里睡着了 睡梦中 梦到了和妻子亲热的画面 已经和陌生人打斗了场面 醒来后 发现自己 恰巧避过了警方的搜查 随后下定决心 要找出真凶 自证清白 在整理了自己的形象后 搭上了一位女士的车 赶往市区 寻求朋友的帮助 警局收到消息 称发现了金波 山姆带着警员到来后 却发现是另一个逃犯 逃犯本想胁迫警员逃离 结果山姆抓住机会 果断击毙了 逃到市区的金波 打电话给好友借钱 而好友拒绝了他 并说如果可以 要陪他一起去自首 金波一听 觉得好友可能被监控 说了一个假的定名后 便挂断了电话 正如金波预料 警局通过刚才的电话录音分析 判定金波逃回了芝加哥 随即安排警力 前去抓捕他 金波没有放弃 在路边找到自己的主管上司查理 接到了一些现金 租下了一间房子 暂时居住 随后警官山姆 也来找到金波的上司查理 但查理拒绝了山姆 并力争金波是清白的 而医院的其他人 也了解金波的为人 每个人的话语 都证明金波是无辜的 在旅店睡梦中的金波 被警惕惊醒 一阵慌乱后才发现 警察是来抓房东贩毒的儿子 金波提到嗓子眼的心 又放下去 警局内 警方审讯房东儿子时发现 金波就阻止在他家 山姆很快搜查了金波的房子 并发现了金波造假的医院身份证 此时金波来到了本市 唯一一家甲治医院 从资料中发现 有五人右臂安装过甲治 凶手肯定就是这五人中的一个 他打印了这五人的地址 和电话号码 刚准备离开 却发现了一名被误诊的小男孩 看着孩子痛苦的表情 秉着职业操守 金波帮忙时 趁机修改了错误的病例 看着孩子被医生们推进去抢救后 金波的脸上露出了酒味的笑容 不过这也因此 让他被一名金发女医生认了出来 金波赶紧落荒而逃 赶来后的山姆得知 金波在自身难保时还要出手救人 让他原本坚定金波就是杀人凶手的观念 产生了一些动摇 逃走后的金波 开始逐个打电话给那五个人 发现其中一个人正在监狱服刑 不过他去探监后排除了他 离开监狱时 正巧碰到了一路追查的山姆 一番追逐后 金波混入了人群中再次逃脱 他继续打电话查找凶手 但始终无人接听 他跟着地址来到这个人家里 发现路边也有警察盯着这个人 破窗而入后 在屋里发现了主人的照片 和换下来的假知 确认这个人就是当晚的杀妻凶手 原来凶手是麦格制药厂的保安 更加震惊的是 这个保安还有一张和自己同事老蓝的合影 这让金波怀疑杀手的目的 不是妻子而是自己 明白了这些后 金波将用电话打给了警官山姆 告诉山姆他有了重大发现 故意给山姆留下足够追踪时间后 拿着照片和麦格制药厂的单子离开了房子 山姆随后带人赶到了定位地点 在调查取证时保安回来了 随即开始盘问保安 保安并没有露出太大的破绽 躺塞了过去 山姆一无所获只能说对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对保安的怀疑 安排了手下顶住保安 同时让助手去查和保安合影的人是谁 金波这边打电话给上司查理 告诉他自己也查到了真凶 是麦格制药厂和同事老蓝 并且他们的目标是自己 因为自己发现了老蓝研究的一种新型药物会损伤肝脏 阻止了药物的生产 从而损害了老蓝和麦格制药厂的利益 上司查理却说老蓝在前段时间因为车祸去世了 随后山姆也来找到查理 问他是否认识保安和老蓝 查理时刻否认 隐藏了真相 不过山姆的助手 敏锐地发现了老蓝和金波在同一家医院工作 接着又发现了麦格制药厂是一家庞大的制药公司 他们之间不太可能不认识 山姆顿时明白了这个案子另有隐情 保安此时接到了一个神秘人的电话 命他逃出警察视线杀了金波 此时金波来到医院找朋友 调取麦格制药厂的新型药物研究样本 交给化验师进行化验 结果发现样本被人调包了 让整件案子越来越变得 朴朔迷离 化验师告诉金波 老蓝去世当天 新型药物的合格证就签发了 显然这里还有内部人在搞鬼 他若有死死到离开了医院 同时山姆的助手也发现了查理的猫腻 事实证明查理也在说谎 他不仅认识老蓝还是他的上司 而老蓝又和保安有牵连 山姆立刻命令抓捕保安 而保安早就逃出警方视线来找金波 发现金波并尾随他上了地铁 地铁上乘客发现金波 是正在被通缉的通缉犯 起身便去找乘警 发现这一幕金波准备逃离 保安的突然出现 让金波明白查理才是幕后指使者 而保安要杀了自己灭口 就在保安准备杀掉金波时 乘警出现救了他 保安回身打死乘警的空档 为金波制造了机会 金波拉下了制动器 造成了短暂的黑暗和车辆晃动 借此机会 金波打晕了保安 并把他靠在了车上 随后下车赶往查理所在的酒店 此时查理正在召开新药发布会 金波的出现 拆穿了查理推进新药上市的计划 因为新药上市 让查理不仅获得巨额分红 还能晋升成为药厂主管 金波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出了新药的毒妇作用 随后两人来到了无人的房间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开始了生死搏斗 缠斗中二人从楼顶掉到电梯中 又从电梯打到了洗衣房 查理自知打不过金波便躲了起来 此时山姆也赶到了 他告诉金波 自己已经知道了查理的罪行 冤枉了金波 他有了证据 当晚查理进了金波的车 车里有金波家的钥匙 所以金波家的门锁 才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这些话查理也听得清清楚楚 随后他放到了山姆的手下 拿到了手枪 要先将山姆灭口 拿着金波拿着钢管出现在身后 用钢管打赢了查理 救了山姆一命 电影最后 真正的凶手查理被抓 也揭开了要赏的大阴谋 金波洗刷了冤屈 告慰了妻子在天之灵 报了杀妻之仇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点赞关注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